其實學人跟關公很有言 在二十幾年前我在大董分級當督察處長的時候 那麼我們警察都跟關公很有言 每一位警察幾乎辦公室都放關公 那時候就我一個好朋友徐玉龍教授 他專門寫《易經》的書 他這次曾經參加過文化大革命 後來移民到香港然後再到台灣來 是我們夫妻的好朋友 現在還在繼續互動往來 他的那種指揮斗士跟他那個批命盤 非常的順整 我跟我師姐常常在開玩笑 他斷死非常準 斷發財就不一定了 他就要看個人的福報了 他是到家的 他也知道我是學佛家的 我們兩個很談得來 非常有趣的一位 可以講說《易經》高人 那麼他有一次跟我講 他說黃警官啊 我這裡有一些關公的照片 是早期的 是好久以前 一些富貴人家 買賣這些古董 把他當藝術品在販賣 就把他賣到葉蘭去 那賣到蘭葉 所以福治民寺 我們現在已經講了以前的西貢 現在就改成福治民寺 那個地方藍衣 有北葉跟藍衣在戰爭 藍北那個葉戰的時候 藍北葉戰爭 那後來北葉就攻打到藍方去 那很多高官啊 將軍呢 就是全家呢 攜帶這些銀糧呢 尊貴的東西呢 就馬上登船呢 就逃亂 但是關公這麼大藝術品 他帶不走啊 後來就有些人在那邊收購 很便宜的收購 他就是因為臨時要變現成現金嘛 就很多人去那邊收購 就整批賣到台灣來 那他拿照片給我看 我看第一眼我就很喜歡 那個關公的雕像 那個神明非常的文雅 那可以講說是乳匠的那種雕法 非常的文雅 然後 他拿給我看的時候 當天晚上 我只看照片 然後也 我做了一個夢 關老爺呢 關公當晚跟我入夢 我夢中 依稀的可以記得 他跟我講 黃金冠你把我買下來 我不願當藝術品販賣 那我就把他買下來 當時在二十幾年前 花台幣 將近二十萬 我把他買下來 那時候可以買一棟房子 比較偏 郊漆的地方可以買一棟房子 我把他買下來 買下來我房子 他太大了 這個將近大概一百八十公分到兩百公分高 很大 比人還高 那我就把他寄放在我們大同分級附近的一家公廟 共共馬祖的 我記得是順安宮 寄在那個住室的裡面 那我說你這個公公很大 你借我放一下 結果放了一段期間以後 有一次我利用假期 我到台灣南部法王獎堂 Rubin法師 Rubin法師 跟中信律師都是同學 還有會立法師 目前在台灣 南普德佛學院第二屆的高材生 可以講台灣中生代的高僧大德 會立法師 他變才無外 獎金說法變才無外 Rubin法師 那也見地了得 對師說法無外 在台灣 非常被人家尊重的兩位法師 就會立法師跟Rubin法師 Rubin法師 他有個獎堂叫法王獎堂 那會立法師叫文書獎堂 那我就到法王獎堂裡短期出家 短期出家這七天當沙咪 那七天結束以後就捨戒 那當時我們有被要求 Rubin法師有要求 我們那時候戒指有七百多個 現在閻通室的方丈和尚信德法師 他那天跟我講說 黃獎堂 我跟你同學你知道嗎 我說什麼同學 他說我們到Rubin法師 那邊短期出家 你是我同班同學 我說真的啊 怪不得我們很有緣 這一談起來 一見如故非常有緣 就是閻通室的助詞 果欽律師退位以後移交給信德法師 他非常年輕 他四十幾歲 未來是我們律中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位紅髮的律師 那麼果欽律師非常器重他 那麼那時候我在Rubin法師那段期出家 Rubin法師要求每天都要過午不時 我們有吃早餐 不是日中意思 還有吃早餐 但是規定過午不時 結果差不多有三分之一 堅持過午不時 三分之一沒辦法過關 那其中有一位同學 他跟Rubin法師說 我什麼都可以忍 你不能晚餐不給我吃 我一定要要死 要死就是佛教的名食 就是晚餐 就把它當成一鐵藥 晚餐是一鐵藥 你這個身體有飢餓的感覺 來治病治這個肌肉的煩惱 一鐵藥 後來我們第一天下課的時候 Rubin法師後來發現 有好幾個同學都想要退轉了 他就交代裡面的法師說 我寧可渡他們的慧病 不惜開眼 Rubin法師果然是菩薩 他說我寧可開眼破例 我也不想讓他們退轉 退出這個種下這個出家的英年 不要讓他們退訓 他說開眼 Rubin法師當場宣布開眼 開眼什麼 買素食麵包 買豆漿 買燒餅牛條 晚上還做功課 那個白天的沙咪的課 短期休假的課很多 那所有戒指 晚上還上課 上到9點以後就要離開 離開以後就在門口 放香噴噴的豆漿燒餅 完全是烤味你的定工 我堅持不吃就不吃 只喝開水 七天 哎呀那個前身那個雙腿啊 都已經養得不得了 全部都幾 像絲枕一樣全部都紅腫 但是感應不可適應 消我很多業障 我就做了個夢 我早期就說 這是身邊有一點閒錢 然後有一家佛像公司的老闆 劉老闆 他現在是戶在潛逃 他就跟我講說黃警官 因為我喜歡佛像 所以中午休息 都去佛像公司去喝茶 然後看到這個佛像 我就很喜歡 我就喜歡看佛像 我也曾經在那邊見過 我以前老和尚 很多高僧大德都去那邊看佛像 他就跟我講 因為我看很多法師來請佛像 他就跟我講 他知道我善根深厚 他說黃警官我跟你講 你有一點閒錢 投資買這個塊木 台灣塊木是很珍貴的 我想說做好事啊 他說那我給你一點 投資的利益 就是像銀行利息這樣給你一點利益 那我想說這也是好事啊 而且是銀行利息 我說好吧 那我就把閒錢投資一下 結果後來寫一本烏龜 他倒電了全部寫一本烏龜 我還不曉得他倒電了 我投資他的這個木材 客戶這樣的木材 所以有時候做善事 我們等一下就會討論到 有智慧 真善還是假善 半善還是滿善 我們都要搞清楚 等一下我們就會討論到 今天如果沒有討論到 下一回就會討論到 我後來在如本烏龜那邊 堅持七天過五不死 我就做了一個夢 夢見兩件事情 我的好朋友 莊頭北衛藝公司的董事長 因為莊頭北他跟我很要好 在我們大同區 就是賣衛藝設備的莊頭北 那個莊老闆我跟他很熟 我夢中夢到他往生了 他走了 因為我們短期書家那天的結業典禮 剛好是地藏菩薩聖誕 七十三十五 我七天堅持過不死 兩個感應 第一個 菩薩跟我講 我的好朋友 莊頭北董事長往生了 第二個 我的錢全部被倒掉了 倒多少錢夢都講出來 出來 我離開短期書家以後 離開如本烏龜那邊以後 我還到活光山去參訪一下 我家人到活光山跟我會合 我們一起去遊玩活光山 回來以後 就接到消息了 果然那個佛像公司導電 那個劉老闆戶在潛逃 到現在無影無蹤 那後來我再去了解 莊頭北董事長 真的是在我夢境的那天往生 你看很生氣 那後來我夢境 第三個感應 就是關老爺 他跟我脫夢 他要離開那個地方 就是我買了這尊 20萬的這尊關老爺 他跟我入夢 他要離開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那時候我還在大董分級 當督察組長 我就回來 我跑去聖安宮那個馬祖廟 我問那個住主說 那我關老爺呢 他在那裡 那我什麼意思看不到關道 他說關道丟掉了 我說關道怎麼會丟掉 後來在你宮裡面裡 你怎麼把我弄丟了 你猜他怎麼講 他說關老爺在就好 關道沒有關係 後來我才知道 因為後來我也學佛了 我們就解好緣不解惡緣 雖然都是修行人 但是他起的這個攤面是會長不可起 但是我就放下 他跟我講說丟掉 我就隨順這個因緣 其實他是怎麼樣子 你沒有關道就不會請走 他說我很喜歡這個關公 你是不是可以奉獻給我 但是關公明明跟我講說 他要離開那個地方 因為關老爺他是父子佛教的 這茄蘭神 後來我決定把他請走 我跟關老爺祈禱說 你要去哪裡你跟我講 我也沒神通 你要去哪裡你跟我講 他給我的概念說 他去林口竹林觀音寺 就這樣子跟我講這幾個字 林口竹林觀音寺 那我知道林口竹林觀音寺 是我們龍山寺的觀音菩薩 他同一時間到台灣來的 三尊觀音的其中一尊 據說是三尊 當時有一個商人到葡陀山去朝拜 帶了一個香火帶回來 那時候萬法就是蒙甲 以前叫蒙甲 那時候淡水可以開商船開到蒙甲 那時候龍山寺附近還沒有蓋廟 也不像現在這麼繁華 那時候都是一片草原 那他就在這個龍山寺 現在龍山寺那個位置 因為一死尿急 把香火帶掛在樹上 再跑去附近去方便去尿急一下 就附近的鄉下人家一看到 那個樹上怎麼會放光 一問是一個香火帶 問他從哪裡來的 他說是從浙江普特山請來的 觀音菩薩的這個香火帶 就有心的人就到普特山去朝聖 請了三尊觀音菩薩過來 都一模一樣 而且一尊就在林口竹林觀音寺 那最原始的是在現在龍山寺觀音菩薩 會一場靈念 我的好朋友江董事長 他跟觀音菩薩特別有緣 他喜歡跑龍山寺觀音菩薩 他常常去那邊送金 你看董事長他去那邊做早晚課 他常跟我分享他的華喜喜樂 他說我這邊送普文餅 他們都說我送得很好 江董事長他的唱頌飯拜也很好聽 就是這樣 後來在二十年前我就決定順從 那個官老爺給我的指示 我就把他送到林口竹林觀音寺 起父子觀音菩薩 我有二十年前我沒有再去的 我當時也沒有寫字條說你們要 說我見證我什麼都沒有 後來竹林觀音寺向我非常鼎順 就是現在已經蓋成非常莊嚴的 檜木雕層的林口竹林觀音寺 所以現在林口非常的發展 各位如果這樣有機會到台灣來觀光 除了萬法龍山寺可以參訪以外 林口竹林觀音寺非常的殊 我也建議各位可以去參訪 我早期很喜歡前南面拜拜 早期都說他們廟方 竹林觀音寺把我供養這支齊蘭觀光 就供養在大殿裡面 原來他們就有觀光了 就放在齊蘭省的右邊 多了一尊 現在改建以後 他們現在就供養在華寶流通上面 非常莊嚴 看人家在那邊請法寶 父子這些法寶流通 官老也在那邊 現在在林口竹林觀音寺 我上一次就去看他 去跟他頂禮 我說我好久沒來看你 20年了 快20年了 那後來我就跟廟方表達 我就是當時的捐贈人 我供養裡面竹林觀音寺 所以特地來參訪 就是講到齊蘭省 我特別要提一下 我跟官老爺的這個姻緣 那台灣有一個專門研究 官老爺的觀光經典協會 他們想辦觀光文化節 不會辦不會寫企劃 那時候我在台北市井拿起當專員 他們去拜訪我 我覺得在我辦公室 跟他們講 兩個小時怎麼辦觀光文化節 後來他們按照我抽獎的寫一本企劃書 就在全台灣新門馬祖辦觀光文化節 辦了有聲有色 我告訴他們要了解觀光的由來 觀光的經典 為什麼觀光為世人所景仰 觀光到台灣來四百年 他為台灣人種下什麼樣的善根 觀光代表的表法意義是什麼 觀光他不是藝術 他的文化內涵是什麼 他的精神是什麼 你們要把它表達出來 這是我幫他們寫一個 觀光文化節的企劃 這麼厚的一本 我講他們寫 這是我跟觀光的因言 好